叫車撞上電線桿瞬間起火燃燒 熊熊大火伴隨濃濃黑煙 從車體不斷竄出 整輛車複製一具 警銷貨爆後 緊急到場救援 五名消防隊員合力拉水線 灑水灌救 好不容易撲滅火勢 發現整輛車嚴重回損 已經燒成廢鐵 火燒車事故發生在 十三號下午五點半 一輛轎車行駛在臺中外埔區 不止提防路 先衝撞電線桿後 開始起火燃燒 火勢迅速蔓延吞噬車輛 警方懷疑因為這個路段 筆直寬敞也沒有岔路 疑似是有超速行為 才會釀成自裝意外 根據警方初步瞭解 兩名死者年僅十九歲 都是臺中人 駕駛張姓男子 在機車行工作 王姓女友則還在夜間部讀書 平常會去泡沫紅茶店打工 兩人交往大約四個月 當天約會看完電影 要前往大甲聚餐 沒想到卻在路上發生死亡意外 年輕生命因為車禍 就被迫劃上據點 家屬接貨二號被通譽 絕難以接受 靜雄文明前 賴文中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手掌握新聞